晚餐时间的规矩 面包很多屑会掉 我用个盘子接一下 我不想把食物搞到桌子上 或者地上 我喝汤会慢着点 我不会咕嘟咕嘟的喝 我不想弄出太大的声音 我吃鱼也会慢着点 确保把骨头都吐出来 因为骨头会伤害我的胃 吃花生的时候 我会咀嚼得多一些 因为花生很容易就把你呛到 嘴巴里有东西的时候 我不讲话 那样不礼貌 吃完晚餐 我只吃一块饼干 吃太多甜食 对我的牙齿不好 我会得蛀牙的 离开饭桌前 我用纸巾把嘴擦干净 面包很多屑 会掉 我用个盘子接一下 我不想把食物搞到桌子上 或者地上 我喝汤会慢着点 我不会咕嘟咕嘟的喝 我不想弄出太大的声音 我吃鱼 我吃鱼也会慢着点 确保把骨头都吐出来 因为骨头会伤害我的胃 吃花生的时候 我会咀嚼得多一些 因为花生很容易就把你呛到 嘴巴里有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不讲话 那样不礼貌 吃完晚餐 我只吃一块饼干 吃太多甜食 对我的牙齿不好 我会得蛀牙的 离开饭桌前 我用纸巾把嘴擦干净 我用纸巾擦干净